接下来大家所关注的台东县政府第二波人事调整将在农历年后来进行 而建设处长许瑞贵也将会去职并投入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 而他强调了自己对台中台东非常的了解 处理事情态度积极不会受阻而妥协 很适合做地方与中央的桥梁 再加上有许多民间友人劝禁因此决定离开县府投入选举 即将在2月1号离开台东县政府的建设处长许瑞贵 谈起13年多历经四任县长以来在县府服务的点滴 让他感恩在心 那我非常感谢在尤其这一段时间就是从99年21号 然后在黄前县长就黄建廷县长邀请之下到县府服务 一直到后来后续的柔庆里饶县长 我总共13年时间在县政府 从担任城乡处长或者到建设处长 也到农业处五年 然后最后再回来建设处三年多 而且这13年来我们非常感恩 学贵是成大土木系毕业 原在关山工商教书 后来参选并当选关山镇第十二届及第十三届的镇长 任内将一片荒芜的河川地 批建为关山清水公园 明照一时 任满后于2001年及2004年参选立委莫败 2005年再战市长也未能成功 此后重返公务职场 先在台东县议会 后来进到县府担任过城乡发展处长 农业处长及建设处长等 那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工部门有机会 我当然全力以赴 不管是在农业处长任内 在建设处长任内 我都是全力以赴了 这一次退休了 我希望能够自由自在的 然后再了解地方 最近大概在12月 那个县长选举结束之后 我也考虑到说我即将离开县府 当时很多的乡亲长辈都希望说 假如离开县政府之后 假如有机会的话 能够扮演那些做第二县的工作 做沟通协调 然后把中央的力量能够投入在县的地方的建设也好 或者是在对农民的照顾也好 我觉得我最近的考虑 我觉得我好像有这个热忱 也有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段时间我也认真的了解 更了解地方 将来若有机会的话 能够做更好的服务 许位贵凭借对台东的热情参选立委 并强调自己对台东非常了解 处理事情的态度积极 不会因为受阻而妥协 很适合作为地方及中央的桥梁 期盼能够有更多的舞台 为台东来服务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